你便是王爷的贵客 楚凤君 先生 别拿你们仙家那一套来恶心 我要你行贵败 还问过你自咒 自咒 别以为看了面破镜子 就能挤进王府的大门 先美 不也是贪怜金钱的一群土夫 我对郡主礼貌相待 视为尊敬 可若再如此辱魔仙家 我楚凤君绝不留情 笑话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扫地出门 你大可试试 我倒是不知道 你的胆子何时大到 可以对我的贵人不敬 皇爷 皇爷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要是不回来 你是准备翻天了 没有了 我是在和楚不敢开玩笑的 趁我还没有生气 带上你的人 给本王滚回皇宫 傅礼你敢 我可是郡主 是皇上的人 我有何不敢 这江山是我打的 这城是我守的 若是敢再触碰我的底细 谋权篡位这件事 我也是干得出来的 我们走 你 你不是在前线打仗吗 原需要花三元时间 多亏你的飞鸽传输 才会如此顺利 更何况 得知你已回府 我便一刻也待不掉 我想早点见到你 战事之久 你没有受伤吗 有你给的仙药在身 怎么会受伤呢 只是 你为了我离开仙门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荒唐 你即将位列仙斑 怎可动了繁星 到时候你拿一身繁胎 去对抗雷杰 突然不悔 师傅 求您成全 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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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傅 傅林 疼我 我一定会助你达成傅林 神奇 你不能放弃 我一定会是傅林的未来 师妹 你怎么就不能回头看看 如果想让你师妹回了 我怎么怎么回事 你此心欲 不许 你是谁 若不是出来说话 你不知道是谁 机会逐一次三 哦 好 姑娘 姑娘 你以王爷的婚期定下来了 怎么 怎么这么突然 阿楚 弗里 我说过 我会娶你 可是 来得太快了 我有些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了 阿楚 你给你嫁给我 我 我愿意 师父 快 我会严加防守 我们中有沿线 快去 师父 你别说话了 我徒弟给您疗伤 不用了 我回事 不行 师父 师弟 怎么会是你 你究竟还有没有良知 师父对你不博 你怎么下得取手 我自小折服在重山门里 为的就是要你们为王爷所有 这老头于佛 不过 现在你们重山门全是气急 全都得死 你说什么 是 他们二人即将成婚 其实 便是王爷夺起神阁之时 师兄 你没想到 自己心爱的女人 却是王爷爷 这老头于是王爷爷 你身上的本军 叫他的名 阿楚 你饿不饿 我给你带了些吃的来 你怎么来了 拜堂前 新人不得见面 会不吉利的 我镇北王 才不吃那一套 肚子饿了吧 你最爱吃的桂花糕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就特别想看见你 一刻也不想离开 堂堂正北王 也有黏人的时候啊 自己媳妇不黏 黏谁 娘子 你今天真的很美 能娶到你 真是我时世修来的夫妻 你今天还没喝酒 就在说胡话了 我说的句句真心话 我爱你 夫妻 我也爱你 夫妻 你不能嫁给他 师兄 他就是个伪君子 师兄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重山门惨遭重创 师父仙世 就是拜他复连所赐 什么 我没有 仙世了 你撒谎 师弟到死都喊着你复连的名字 我还不回忆 只有傅长君所有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敢做敢当 我没做过 我为何要认 到底哪里出错了 到底哪里出错了呀 二主 师妹 别过来 他 他 他 你 你 帮我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骗曲 还有这突如其来的神奇 也是你剃馆中的一部分 阿楚 你要信我 我怎么可能做这些事 师妹 莫要和她多说 她娶你 这是为了你的一生仙果 她为的 也只有她的皇位和权势 你住口 阿楚 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真的没有错过 你别过来 福利 何止仙果 要我的命 只要你开口 我都会给你 可你为什么 要害我仇山 害我师父 为什么 有些女人还真是不知廉耻 抢了我的风头不说 还要在这里质问我的夫婿 你难道不知 今日王爷娶的 可是你我二人 我是妻 而你 是妾 自立 你竟敢让我师妹做妾 我回去 谁让你出来的 还嫌这里不够乱吗 王爷 你答应过我什么 可别忘了 我在等你在法国 哈哈哈哈 福利 我恨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如果再遇见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阿楚 师兄 带我走 阿楚 多谢公子救灵之人 区区小事 合足挂齿 将衣服脱了 你要干什么 大家都是男人 别那么拘捷 这我还是自己来吧 没什么不能看的 你是女子 你还不把手拿开 姑娘 对不住 我不是故意的 既然你都不理我了 那便隐身相续吧 这 起过了姑娘方母呢 只要这我同意 只要这我 瞧你紧张的 我是逗你的了 怎么办 这里好漂亮啊 这是我父亲 与母亲定情的 所以 你带我来 美来好心吧 在下也想 与楚姑娘死定人生 一起来不及 你怎么就乐得 我不同意 和你在一起 只会断送我的心图 我独你 已经半生了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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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当初那个开心活活的小十年 再也回来了 师妹 师兄 郑北王抱恙半月 若你担心他 大可去看看 不必 短短大年未见 你就这么倒下了 现如今你这副样子 倒像是我负了你一般 阿楚 是你吗 不是我 你可不能死了 你要好好活下去 这样 我才能心安理得的恨你 让你愧疚一辈子 阿楚 别走 不要丢下我 师兄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知 也瞒不过你 这是傅脸半年来 写给你的信 我已查明真相 等出崇山梅一世 皆是皇帝 一手策划 风行将军子一世 虽是我拥有你一家 但不娶他 我更娶不到你 阿楚 我好想你 皇爷 阿楚 残躯一败 望君余生 王爷 幸福 你明白 所以这三百多疯 都是你替我拦下的吗 师兄 我要救他 你是不是疯了 你本身还有反噬之术 你不撒过疆 我又协助替他领上尸 喊到了他的过往 你在跟我谈条件 朕想要得到成仙 长生不离 又岂是你一个小小的王爷 能否刺 你若将他跟一般奉神 我便与你 并享受你的盛世 天下不合 你能不能够住 小狐 请你遵守 你 放你出所局 你不时保护 你不时保护 下去 你能否刺 师兄 我就算是神仙也无法去除 他只是个凡人 亏了我 他受了太多 但是我对他那样决定 早已冲破了他世心骨的 最后一道防线 师兄 我为了他受了夺魂之痛 他为我受了世心之骨 我们都付出了太多太多 现如今 我只想救他 告诉他我不恨他 从来都没有 看来 师父的遗嘱 我还是没有好好遵守 既然你要去 我便陪你 复脸的情况 也是强弩之魔 你只能 扣足三千白玉时间 求取天庭的仙者相助 就三千七二十 我一定能受得住 自恋 等我 凤君 你已经扣了一千四百戒了 休息一下吧 我没事 师兄 你不必陪我受此酷 重山门弟子 出凤去 求尽贤者 你可知你救了他 你便从此与仙徒无缘 你这一身极好的仙谷 甚是可惜 弟子心意已去 那你便将这灵丹吃下 跳下去 过去仙谷 以命相换吧 师兄 你这是做什么 师妹 这一切切是由我而起 也该由我结束 师兄 你在胡说什么 师妹 那个不止师弟一个 还有我 可我没想到 师弟竟然会借此屠杀同门 还有师父 师兄你别说了 你先过来好不好 师父已经离开我了 你不能也离我而去 你不能也离我而去 我不去了 师妹 我的罪孽太重了 早已经失去了一个仙长 该有的 该有的本费 师妹 我不忍看你飞机兴 一切 都是师兄的错 带复联醒来 带我说一声 抱歉 你真是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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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耶 福利 阿初 你真的回来了 阿初 我好想你 你怎么了 师兄他跳下去了 他死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师兄了 别怕 你爱诱惑 我会一直陪着你 寻风师兄所做的一切 自然有他的道理 或许是为了让你能无忧无虑的生活 阿初 以后你都不要离开了 好吗 好 优优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